今天,突然看到推送新兵转账记录曝光,看到他们刚入伍传给父母家属的第一笔工资很热动若落泪。 这些暴效祖国护卫祖国的新兵能够将人生第一笔工资传给父母并叮嘱父母分一天,那确实是件很伟大的事情。 其实,他们日夜不停的训练,只为一新美国的精神,又何尝不让人赞叹? 吴家伟在接受讨核上被转账记录,下面是转账的新兵,乔兵的训练,丁荣新训练结束,那中国到底有多少新兵呢? 太多了,从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到刑警、交警、户籍警、巡警、消防警等,真的太多太多。 前段时间的消防兵日,消防兵的身影刷爆网络,既是前方把吃人的火海,他们依然选择了前行,而其他军兵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不管是处在哪一职位上,不管是身为哪一种兵,从暖暖春日到瑟瑟秋风,从年年郊阳到里面寒风,从刚入午时的青涩懵懂,到胸前熠熠闪烁的五星,是你们吞去了稚嫩,吃上了正义的枪支,保卫着我们的国家,爱护着每一位人民群众。 事实是,他们的新闻少之又少,而娱乐圈的新闻却满天飞,最近,娱乐圈各大隐形的薪酬曝光,我们才知道获取十万新兵也抵不过他们中的艺人,让我们多一点真诚。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